再来关心美国的消息 从星期五开始 加州的部分商业已经可以开放生意恢复运营 但只允许顾客使用送货道府和路边取货 对此本台记者实地采访了南加州华人区的小商业主 来看一下复工后的业者们怎么说 就在州长纽森宣布周五部分商业可以恢复运营后 在华人区的亚凯迪亚市经营花店约20年的琼斯先生表示 顾客的订购电话已经接过一通又一通 本周日就是母亲节 为了让顾客安心进出消费 琼斯按照当局的要求 在店内和店外都张贴了保持距离 佩戴口罩等标语 虽然部分商业已经解禁 但受疫情影响 琼斯的花店生意比以往下滑两成 一名经营书局生意的业主则表示 疫情后生意每况愈下 只好选择额外贩售疫情期间的必需品 来保证店面的收入来源 为了安全起见 那他都不愿意出来消费 所以我们的生意就是非常的坦淡 所以我就是兼卖了一些 比如说疫情需要的口罩 洗手液 什么面罩之类的东西 目前加州进入复工第二阶段 当局允许生意开张的商业还包括服饰店 乐器行 玩具店 运动用品店 以及车行 其他入美法业 健身房和购物中心等被列为感染风险高的商业 则仍然保持关闭 等待州府进一步解封 新台人记者杨阳 王滋意 江灵达 洛杉矶采访报道